最近Sunshine组合的新老成员竟然死起来了 双方互骂野鸡丑陋 这是怎么一回事 Sunshine组合在2015年正式成立 由Cindy Dora & Binance Show五名成员组成 还发行了多首单曲 后来Cindy & Binance三名成员与公司发生矛盾 退出组合并自立门户 组成新组合Sunshine 公司却宣称 这三人被挖了墙角 强制简约 双方各自一词 闹得沸沸扬扬 原Sunshine组合最终也加入了三位新成员 本事皆大欢喜了 但是很多网友纷纷感叹 怎么看之前退出的Sunshine 三人都像是被套路了 T组合朝想知名度后 却被三位颜值稍高的成员挺替 妥妥的炮灰 最近Sunshine发行了 他们新组队后的新歌Domi 意外的是编曲很是艰艳 网上一片好评 甚至有人质疑是 Sunshine进行了营销手段 但有音乐博主力证 Sunshine不可能拿乡村土鸡 这样的词语营销自己 成员Sunshine转发了微博 还配文乡村土鸡也比野鸡好 疑似讽刺Sunshine后 加入的三名成员为野鸡 因为他们加入的名不正言不顺 面对这样的暗讽 Sunshine新加入的成员 当然坐不住了 亲自下场首次Sandy 字里寒进暗示Sandy 这三个人 无论如何包装 已久丑陋 再一次将之前网友讨论的 颜值问题搬上台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